作为一项异常烧脑的项目 斯诺克球员的脑洞绝对是普通人忘成莫及的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人气给各位球迷带来大师们让人眼花缭乱 而又精妙无比的武兔借球 嗯 有下 现在自己的这个 刚才打死的黄球 咱们来处理 李航远台打进 但白球最后的位置一般 并且黄球紧贴库边无法处理 一般思考后 李航选择贴在绿球后面 红手一干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艾伦的这个解球到底有多么精彩 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 绿球和咖啡应该都对 从左边解球的线路形成阻碍 那么小钢炮只能舍近球远 另辟蹊径 李航那 那是暗自窃写 这球非常难解啊 这球很少见啊 这可能这个十年都见不到这种球 十年都见不到一杆这种球 一番烧脑过后 小钢炮尝试一个武库线路 先找找感觉 写一个大概 这差太远了 没有合适的机会 李航要求复卫重解 看艾伦接下来调整后能否成功 我去啊 这个 艾伦伸实的距离以后 感谢球迷给他送上的热烈掌声 这一杆解球确实舒坦 绝对可以允选年度十大精华击球 啊 世纪解球啊 小司机红球打走 贴在粉球身后坐上一杆斯诺克 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防守大师的丁俊辉 如何来化解这个难题 粉球同样是挡住了 从左右两侧直接出来的线路 丁俊辉这杆小顺利解道 只能力谋出路 精彩 一个精妙无比的武库线路 并且丁俊辉是第一次尝试 可成功命中 不愧是防守大师 谢球也是贼6 打走红球 白球冒着犯规的风险 死死他在篮球后面 袁斯俊这杆富贵显中球 成功给塞尔比做上一杆斯诺克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是防守大师的塞尔比 又如何化解如此难题 同样是精彩武库线路 一击击重 防守大师对线路拿捏 分子毫不差 小司机一杆极限远台打进 可惜最后白球走到一个尴尬位置 那自然不用多说 肯定是贴到黄球后 坐上一杆斯诺克 特勒姆普打球 以犀利的准度和飘逸的干法为主 防守和解球并不是他的最强项 我们来看一下 阵身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 果然第一次尝试线路就出现重大翻车 好在没有留下好的进攻机会 小司机奖励他再来一次 好球啊 第二次调整后 顺利避开的彩球绕到底裤边上 不管是力度还是线路角度的把控都发挥到了极致 莫拉斯顿打走红球 紧紧踢到篮球后面 给火箭做上一个密不透风的斯诺克 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斯诺克的全能战士 火箭能顺利捡到吗 没有花太多的思考 出手就是一个华丽而又精准无比的武库解球 一击击重 斯诺克第一人永远都是天花板的存在 最后压轴出场的同样是火箭奥沙利文 相信对于这个画面 斯诺克的粉丝们绝对不会陌生 而当年火箭的这一杆精彩解球也是直接封神 火箭的第一次尝试回首望运 描得十分精准 白球分毫不差 孔情入带 既然解得这么好 特鲁木普在希望火箭再来表演一次 第二次尝试火箭做出调整 不过这次表演并没有刚才的精彩 特鲁木普依旧选择复位 让火箭继续重来 第三次白球仿佛安装了GPS 精准定位到绿球 火箭潇洒而有霸气的步伐 也为推干解球真色不少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看台中的粉丝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